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美国的人 不仅喜欢好莱坞 喜欢美国的这种创新啊文化啊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跟中国有时差 每次去要头疼 进入娱乐产业以后 你说要让我觉得特别感受的话 就是我们觉得它的影响力巨大 收入不大 影响力大 这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出乎意料的地方 我们认为网络不会改变电影院 人们去看电影 不是仅仅想获得了解一个故事 它而是在于这一个观影过程的一种体验和享受 如果仅仅想获得一个故事 看小说就可以了 美国电影这一百多年来建立起的这个意识 这个文化 它是全球视野 它拍电影的出发点 是拍给全世界人看 我们中国电影人基本上没有这种视角 要做到能和好莱坞真正的正面能竞争 我看这个时间会很长很长 美国人了解中国基本上通过媒体 受媒体影响 所以很多美国民众对中国其实存在误解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百文不如一见 中国去美国去那么多 美国也去那么多 当来到中国的话 我相信有一段时间以后 美国和中国对误解就会解开很多